有瓦斯公司的員工 因為踢爆公司 違法收取管線的補助費用 所以被解雇了 後來他告上了法院 居然被判輸 這樣的判決結果 讓勞工團體不服 也懷疑法院被財團收買 今年有上百人到司法院去抗議 不過警方舉牌警告 近百名勞團成員 將司法院掛上 貪腐院的金招牌 他們這麼氣 就是因為勞資糾紛中 勞工總是敗數的一方 司法不公 司法不公 第一不空 第一不公 他是一個屬於公眾事務的時候 那為什麼今天做一個員工 或做一個工會的幹部呢 不能站出來評論 不滿法官判決的林子文 因為揭發公司 不當超收瓦斯管線費 被解雇 告上法院 卻被認定違反忠誠義務 解雇合法 反對外包 工人幹嘛反對外包 保證你們工作權就好了 另一位在庭管處工作的朱家英 因為反對路邊停車外包政策被解雇 法院同樣判定職方慎訴 讓他質疑因為沒錢行賄被判有罪 他說法院不是你們找公平正義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工人 我們沒有錢 沒有事 不只是今天法官貪腐這個層次 我們的法院根本不懂工人 根本不利於工人 維護正義的一方 在司法面前卻得不到公道 也難怪勞團要用行動劇來諷刺 司法已死 他們判的時候就很像這個樣子 大家有感覺嗎 像不像 有 法院頻傳收賄醜聞 勞團最後送上代表 八百萬勞工的支票 希望司法院不要變成貪腐院 要為最弱勢的勞工維護權益 你是新聞 蕭憲文 蔡明正 台北報導